嘿,大家好,在肺炎疫情期间,大多数人都宅在家里,办公或者刷具,WiFi自然是最重要的。 那么如何用Mesh Wi-Fi轻松实现一个两层房间的WiFi无死角缠覆盖呢? 为什么要选Mesh Wi-Fi而不选一个超牛的WiFi路由器,或者增加WiFi扩展器呢? 谷歌的最新Nest Wi-Fi效果如何呢? Hello,大家好,我是Axton,我的频道是向大家介绍与效率相关的APP、科技以及知识方面的内容。 如果您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就订阅我的频道,按下小铃铛并点个赞,您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 本期视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谷歌Nest Wi-Fi开箱以及设置,第二,速度实测,第三,为什么选Mesh Wi-Fi? 首先,看房间的结构。 我在Minecraft上建了一个房间,来做示意。 当然,实际的房间既没有这么大,也没有这么豪华,但是结构是差不多的。 以前的情况是,主路由器放在客厅的窗户位置,然后在门廊位置有一个扩展器。 那么结果呢,在一楼Wi-Fi信号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上了二楼,在大卧室,因为在主路由器的正上方,可以有几十兆的带宽。 如果离远一些,就只有几兆了。 如果到这个书房位置,它是在门廊的正上方。 这时候如果连接的是主路由器,那么带宽就只有几兆。 如果是连接在门廊上方的扩展器上,那信号虽然看起来很强,但是实际的网速却很慢,有时候干脆就连不上网了。 我买的Internet是下行500兆和上行20兆的计划,怎么能忍受这个只有几兆和几十兆的连接呢?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设备,就是我们下面要看到的Google Nest Wi-Fi。 Google Wi-Fi是由一个主路由器加多个节点组成,我买的是一个主路由器加一个节点的套装。 好,我们先来打开它的包装。 吼,掉出来了。 这是主节点。 这是负节点。 主节点上有两个网线插口,一个是外网的,一个是内网。 两个圆乎的电源。 还有附送了一根网线。 看还有什么? 没东西了。 设置的过程很简单,下载安装Google Home App之后,使用Google Home App扫描主路由器上的二维码。 然后输入Wi-Fi名称以及密码。 回答几个问题之后,在这里设置这个路由器放置的位置,可以选一个名称或者自己输入一个名称。 然后Google Home就会自动的开始创建Wi-Fi网络。 好,连接成功。 这时候Google Wi-Fi问我是不是需要设置多个设备,因为他很聪明地发现我有两个设备。 当然我们选是。 这时候他再寻找下一个设备。 很快他就找到了这个设备,然后我们选择是要进行配置。 让我们选择第二个设备放置的位置,或者我们也可以自己起一个名字。 好,Wi-Fi连接成功。 最后是设置谷歌助手。 因为Google Wi-Fi的节点,它跟过去的Google Home Mini是类似的。 内置一个扬声器,支持语音助手。 可以播放音乐,也可以控制智能家居。 这一步我们可以让Google Wi-Fi来认识我们的声音。 它会让我对着这个节点说几句话。 OK,Google, play my workout playlist. OK,Google, where is the nearest post office? Hey,Google, remind me to buy flowers. Hey,Google, what time is the sunrise? 安装完成之后,它开始对整个Mesh Wi-Fi的连接进行测试。 OK,到这一步,配置就完成了。 这么看起来,Google Nest Wi-Fi的设置过程非常简单。 只需要扫码,输入每个设备放置的位置的名称。 其他大部分都是Google的自动在完成。 配置完成之后,我们可以从Google Home的主界面上看到, 我一共有两个设备,一个在Living Room,另外一个在主卧室。 好,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网络的速度。 我把主路由器从原来客厅窗户旁边移到了整个房间的中间位置。 大概在这个位置。 这是整个房间的中间。 原来的扩展器就没有了。 首先我们来测试一下在主路由器附近的网速。 我们来测试一下网络的速度。 Google Wi-Fi的节点,我放在了主卧室的大概这个位置。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位置的网络速度。 aste的使用来测试一下 diferencia relational风格。 这是按赋的一个节点。 然后我们再去书房测一下网速 书房这个位置是整个房间里信号最弱的一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网速 由此可见 即便在书房这个位置下载速度都可以达到100多兆的带宽 这个效果已经相当不错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一个MeshWiFi 而不是选择一个很牛的路由器或者扩展器呢 首先第一点MeshWiFi是支持无份漫游的 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有多少个节点 只需要有一个网络名称 而不像使用扩展器一样 我们必须要创建多个SSID 第二点MeshWiFi很易于扩展 当需要增大覆盖面的时候 只需要增加一个节点就行 如果是采用一个高端的路由器 虽然在覆盖面上可以达到相似的程度 但是如果需要扩展的时候就会比较尴尬了 至于这种看起来价廉物美的单频扩展器 效果就很一般了 为什么说它是单频扩展器 因为这种扩展器只有一个2.4G频段的无线芯片 不但要负责和上位的路由器进行数据交换 还要负责和终端的通讯 所以它的性能可想而知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最初使用扩展器的时候 只能达到几兆的一个带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